本章主要分享的是背单字的方法 那各位看到这个画面 基本上它是一个Excel档案 那它其实是一本小字典 那我在把这一个字典的话 从它最前面那个字 然后打到最后面那个字 才发现说这本小字典 其实它单字并不多 可能只有3000多个字左右 但是重点是这本小字典 它有一个特色 它书后面有放DVD 所以它每一个单字是有声音的 而且它是采拼读的做法 那所以说 其实你在听这个录音带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字怎么念 同样它会把拼字念给你听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当你在开车 或者说你今天在坐火车 或者你出车的时候 觉得无聊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 然后这个过程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复习 单字的发音跟拼字 因为很多人可能基本上会讲 可是拼字always都是 常常就拼错 在这种情况就可以利用 但是这个地方 我在分享这个档案的时候 最主要它是一个excel档案 那我当我每备会一个单字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按delete 把这个列删除掉 那各位看这编排 基本上第一个部分的话 讲的是动词 第二个部分讲的是名词 第三个是动词跟名词以外的字 可能是一些形容词 可能一些副词 可能一些连接词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个档案 是针对名词跟动词同行的档案 透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增加我对单字的反应能力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更多英语的思维 请各位看英语思维大突破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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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